講到了《凡人歌 愛江山 更愛美人》 這些經典歌曲 你的腦中是不是又想起了 當年在電視螢幕上 一幕幕經典的刀劍過招的場景呢 又或者是當成員這首歌的旋律 想起你是否又想到了 當年的連續劇《八月桂花香》裡頭 那個富可敵國的紅頂商人胡雪岩 他在情場上卻是相當的坎坷 和有情人最後沒有辦法 終成眷屬的愛情故事 製作人楊佩佩出品的每一齣戲劇 就是如此的扣人心弦 從劇本 演員 製作團隊 再延伸到每一部戲的主題曲 片尾曲 環環相扣 轟遍了大街小巷 時至今日 只要一段旋律 一句歌詞 就能夠讓戲迷重新想起 當年的某一個經典橋段 接下來透過當年的片段 我們要帶大家重新走進 楊佩佩戲劇中 每一段動人的旋律 一刀一劍 愛恨拉扯 熟悉的旋律下 捲起一波波 腥風蟹雨 《倚天陀融記》的主題曲《刀劍如夢》 在戲劇播出的1990年代 紅遍了大街小巷 因為它我們第一次去大陸拍戲 然後也造成很大的一個轟動 我們那時候好像收視率到36點幾 那也是差不多一出門 大街小巷都在播我們的主題曲 楊佩佩在她的那個電視劇裡面 當然每一次都很嚴謹 內容都非常的豐富 可是她每次挑選那個主題曲的時候 也都是非常的精彩 我可以舉個例子來說 在她每一部的那個電視劇裡面 她每一首主題曲幾乎都90幾分以上的 那裡面呢 我用非常公正的角度 我還覺得有一首是你們最好的 你說的 你說就是你做的那一首 《刀劍如夢》是嗎 是 你只要強調《刀劍如夢》就好了 你不用強調我寫的 不僅演員劇本製作嚴景 金牌製作人楊佩佩挑選主題曲《眼光精準》 同一部戲《倚天吐龍記》的片尾曲 《愛江山更愛美人》 同樣宏集一時 片尾曲的旋律 搭配著下集預告的畫面 讓觀眾不得不看到最後一秒鐘 主唱李立芬低沉的嗓音 獨特的歌聲魅力和武俠劇完美融合 這首歌也讓她在全世界華人圈名造一時 就是我們在旅行到德國 甚至於在荷蘭 居然可以在地方 有一點華人聚集的地方聽到這首歌 那你更不用提當我到了紐約和L.A. Los Angeles這些地方 1993年英雄少年上檔 由第一次當上八點檔男主的謝祖武 和樂壇百變女星藍心梅 臉妹主演 喜劇節奏看戲節悶唱出豁達人生 得意的夏澳雪李立芬第一次和楊佩佩合作 彈起自己的歌能和八點檔搭上線 她笑說應該是個性使然 在那個年代裡頭有很多的包裝關於歌手 那我很清楚我自己不適合當玉女 也不適合當什麼女神 然後我只知道我跟企劃 還有跟小崇老師要求過 我說不可以離我的本性太遠 那我的本性可能帶著一點點率性 然後帶著一點點比較有正義感 得意的笑傲令人百聽不倦的 還有副歌中的彈舌技巧 會加入這樣的元素 其實是詞曲創作人小崇的想法 比方說鳳凰花鼓 登登飄一飄 類似這樣子的 那得意的笑傲這首歌 它也是很東方 它會激發出你從小到大 你聽了歌仔戲 跟著阿嬤 聽著也許平劇 京劇 跟著爸爸的 不同的時代文化裡頭的影響裡頭 它已經升值你細胞裡頭的那種 東方的精神和元素 節奏明快的凡人歌 為1991年金鐘大戲 碧海晴天拉開序幕 以小姐與流氓為主題的愛情古裝劇 關家小姐巧伴俊逸小聲 和在馬賊群中長大的窝囊青年 命運緊緊相連 情到深處男女助教天陽和月音 月事難捨難分 就像海天般的相連 曲隨著戲劇爆紅 楊佩佩的獨到眼光可見一斑 那個時候做的主題曲也罷 還有片尾曲也罷 它是必須跟劇情融合在一起的 它不太像近代開始變成 我想一個辦法跟一個流氓劇 搭上關係來說 但你怎麼也沒有辦法在一個主題曲或片尾曲 或者是這個流氓劇的內容裡頭 有深刻的共鳴 除了武俠正氣 詭諧逗趣的戲劇氛圍 而女情長情深遠淺的無奈 楊佩佩把扣人心弦的情節和音樂 交織而成戲迷心中有難忘懷的經典 精裝大戲動人驚取 伴著戲迷們在每一頓茶餘飯後 心記著誰請歸何處 大反派能否伏法論罪 那個時代裡頭全開大小 可能忙完了之後 在晚上的時候 會坐下來一起看一部電視 因為那個時候都還沒有什麼手機 還有iPad whatever 你知道這些東西 它有一種凝聚力 所以它有一種比較凝聚的深入的共鳴 不管是對一個事情 對一個音樂對一齣劇 那這個的部分我覺得是比較重要 它是一個時代的意義 人生如戲也如歌 這樣配配的戲劇中 總有一段旋律 抵得住歲月流轉 妹妹帶您走進情節中的喜怒哀樂 一幕幕 綠酒彌星 媽媽答應你們爸爸 一定讓你們過得很好 將來好好念書 她說我怕了 我沒有人過信 我主要唱歌怎麼樣怎麼樣 我說只有八級嘛 八級試試看 而且八級也不是全部都是 有小孩子跟著你啊 最後我硬是收穫了她 最後我硬是收穫了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